来自台湾的南加州湖北同乡会和中国大陆的湖北同乡联谊会 于2月12日在盛盖博士Zen Buffet自主餐厅举行 两岸湖北乡亲春节团败联谊会 继南加州湖北同乡会新旧会长李师长交接典礼 说在社区里面 一确我在社区里面是工作了很久后 那我本身是2007年南加州中国大陆业校联合校友会的会长 那么既然这些时候我一直在社区里面帮忙服务 那么唱歌是我的嗜好 渐渐的成为我的hobby 那么现在已经好像建成我半个职业 所以我也很乐意会相信 如果有这个需求 我一定会相信现场 我们对湖北同乡会前一任李建制会的工作表示敬意 对新一任李建制会成员就职表示热烈祝贺 没有呢 湖北是中国华中地区 开发开放比较早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湖北同胞勤劳智慧财人辈出 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湖北同胞的优秀代表 同时 湖北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强地之一 侵害革命就发生在湖北 今年是一百多年纪念 大家对湖北同胞 一定是非常的骄傲和丝毫 朋友们 昨年以来 湖北同胞会等湖北同胞团 积极发展会晤 联络会员感情 最近会员扶植 刚才这个哀悼仪式 就体现了同胞之间的真挚勤力 我们深受感动 大家关心和支持湖北家乡和中国的发展建设 给予了绿土能力的便利 同时大家关怀 遭受自然灾害和疾病侵袭的中国同胞 给他们奉取了温暖 体现了同胞之间的相亲和亲戚